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系不大 那是您听不懂 怎么不懂啊 我最爱听的是那个夜行记 这段相声讽刺的是不遵守交通规章的人嘛 对 听了之后对我也没什么帮助 怎么 我骑车技术高啊 技术高啊 不行 就算您技术高骑车也应该注意 注意当然注意了 可那天我刚骑上 也不快 警察他还冲我嚷 那嚷什么呀 大梁上带小孩的同志快下来 大梁上带小孩 好嘛那是让你下来 那多危险呢 不能让你骑 太不照顾第二代了 不让我骑 那孩子哭了谁哄啊 这不算理由 你可以给他雇三轮吗 对了 你给钱 我凭什么给钱呢 还是的呀 这我们金蛋太不照顾了 什么 鸡蛋 什么鸡蛋 还鸭蛋呢 什么鸡蛋 我们那孩子小名叫金蛋 就是金元宝的意思 懂吗 金蛋 我记得你们有一孩子 不叫铁蛋吗 就是他改名了 改 干嘛改名了 铁梅金的值钱呢 哼 这名字还跟着行事走呢 要说我们那金蛋 长得可真漂亮 漂亮 尖下巴科 高鼻梁 元宝尔的苹果眼 苹果眼 有那么大眼睛吗 苹果脸 我说的呢 长得又白又嫩 连一点抬头纹都没有 是啊 他嘴上还没胡子呢 是没有 多新鲜呢 他多大呀 才五岁呀 五岁孩子长胡子呀 要说五岁孩子可真几俩 几俩 不说话不张嘴 一说话准张嘴 废话 谁拼着嘴说话呀 当然这个说话也得靠大人教 是啊 你拿我们的金蛋来说 有几句话记得清楚极了 那真称得起是倒背如流 他常说什么呀 常说的就是 去 去好的 多多的 每天从早到晚 好几十遍 不分时间地点 只要是见了我的面 就是 去 去好的 多多的 就说这几句呀 这孩子这肚子瘦得了吗 他消化力强啊 消化力强也别老教这个 教他点别的嘛 教别的他不会呀 别说我们这孩子了 全院那些孩子 都得靠我从这方面进行教育 教个别的孩子也是这气好的多多的呀 围绕这方面还有别的呢 还有什么呀 跳舞 唱歌 口气 杂技都有 这还挺热闹 那怎么教啊 第一个条件呢 是在等着我兜里有钱 心里高兴的时候 第二个条件 是我把 这个何者押韵的歌 给他编好了 还行呢 是啊 这还挺麻烦的 怎么个教法呢 准备好了 预备点点心水果 点心水果 回到家里 当院离一站 把点心水果 往背后一藏 孩子们集合了 想要 跑步 过来 报数 一二三四 干嘛呢 你这干嘛呢 这是唱歌之前的准备活动 哦 还有准备 孩子排成一队 叔叔给你们唱歌啊 唱歌 我嘴里唱着我新的闯作 孩子们随着歌声 手舞足蹈 欢奔乱跳 可有意思吗 还真有两下 怎么唱 你们听到 听到 叔叔啊 歌里的叫你们做什么 你们就做什么 就做什么 我一高兴 歌里说给你们什么 就给你们什么啊 主意啊 过来吧 谁啊 叫我呢 我叫你听这歌了呀 嗨 没唱吗 冲我笑 给油条 吐舌头 给面包 地鞋打滚给蛋糕 撒撒发发米苏软 赶快给我都做到 想吃什么随便挑 说说说 高兴 哈哈哈哈笑 夸你们都是 好好 好吧 您就甭拉枪了 就甭拉枪了 哎呀 你看孩子唱歌 舞蹈 杂技都表演起来了 还表演舞蹈 嗯 这怎么 舞蹈是什么呀 舞蹈 一块 这 这 这不用 杂技 杂技 这这地鞋打滚啊 这地鞋打滚啊 嗯 那叫杂技啊 挨点边儿就行啊 还好嘛 那么要是口技呢 那想吃水果的时候才表演呢 啊 也唱这歌 唱另外一首了 怎么唱 你听的啊 嗯 借借粉 给葡萄 伸脖子 给蜜桃 学学狗叫给大香蕉 学得不像蒜白柔 嗒嗒发发米苏软 嘿 怎么样 好嘛 那么这水果点心 都要吃呢 那就把这俩个 编在一块儿 合在一块 嗯 那怎么唱 这么唱 冲我笑 给油条 吐舌头 给面包 伸脖子 给蜜桃 咳咳嘴 给葡萄 地下打滚给蛋糕 学学狗叫给大香蕉 赶快给我都做到 想吃什么随便挑 骚骚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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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告诉您,经过这样的长期教育,使孩子能够懂得一粥一饭,当似来处不易啊。 是啊,香蕉面包吃上也很难啊。 这是加强劳动教育。 就这个。 使孩子别忘了,劳动是光荣的,懂吗? 您这是加强劳动教育啊。 嗯? 你开心,诚心,逗小孩。 这我没有强迫他们啊,这叫愿者上钩,你懂不懂啊? 怎么样愿者上钩啊? 他小孩子根本不懂吗? 你拿吃的一逗他,他可不就小吗? 当然,这方面也得靠大人教。 你就拿我们南无那小妞子来说,为了吃我的蛋糕,整天在地下打滚啊。 整天打滚? 那人家大人也不管? 管了? 上回小妞子刚要打滚,她妈给她叫住了, 牛子,又在地下打滚呢? 那地下多脏啊? 蛋糕有什么好吃的? 对。 找容易做,吐舌头让她给面包吃。 啊! 这位也不开眼,这位。 哎,你说在业余实践哪找这样的文艺生活去? 那叫文艺生活呀。 啊,花生块八毛的,跟孩子这么一道,有意思。 还有意思呢? 嗯,也有没意思的时候。 上次我刚进院啊,给我医生揪住了。 呼呼呼呼呼呼。 怎么? 你们家还养活狗呢? 不是,我们在金代学狗教会呢。 你们孩子也学生了? 啊。 好嘛,这是要吃香蕉。 我不能给她。 怎么不给啊? 还没唱歌呢。 那就快唱吧。 不敢唱啊。 为什么? 那天她兜了没钱,没买香蕉啊。 好,金代这狗教白晓了。 我说金代,你怎么这么傻呀? 嗯。 爸爸要是买香蕉,你不学我也给你吃啊。 要跟孩子解释上了。 当时我往屋里一看呢,我爱人没在屋,我给金代叫过来了。 金代,过来。 把你妈的皮包打开,拿出一块钱,我给你买香蕉。 别告诉她啊。 别告诉她。 嗯。 让孩子撒谎。 就这一回。 一回也不行啊。 等我把香蕉买回来。 嗯。 那孩子刚吃了半根,我爱人回来了。 你瞧。 要你看,买菜去了,忘了拿钱了。 说着她忘了屋里走。 哎,要我漏馅。 赶紧抢上一步啊。 哎,赶紧的告诉她得了。 我说你看,你看这金代她哭着喊着, 她跟我要香蕉,我说都是没钱。 她告诉你那皮包里哦,她拿出一块钱来。 这金蛋她哭着拿钱了。 她这么说着好听啊。 好听啊,当着孩子面撒谎。 我爱人一听就火了。 是啊。 好啊,金蛋败家子的东西。 买菜的钱谁让你买香蕉的? 给金蛋吓得浑身打哆嗦。 爸爸给我买的。 你不跟你爸爸要腾腾给你买吗? 我没要。 没要。 不打你是不坦白。 啪啪两下。 给这孩子打得又哭又叫。 你说这孩子多冤呢? 不冤。 他一生不冤也不会揍他。 啊? 你打他管什么呀? 管什么? 好处大了。 有什么好处? 每月省好几块香蕉钱。 是啊。 它香蕉好吃打难来呀。 孩子呀,都有这么个特性。 什么特性? 喜欢吃硬不吃软。 你一月不揍他,两回站不住他呀。 没听说过。 这叫高兴时候逗逗,不高兴时候逗逗,恩威病失,古人说的对呀。 古人? 啊。 满脑子封建思想。 古人说什么呀? 有诗为上啊。 还有诗? 啊,你呢? 儿女知发不知恩,严加管教最透心,打是藤来骂是爱,鞭子底下出好人。 要想孩子听教训,不狠,不算你认真。 这哪位古人说的? 大概是李白吧? 不是,是这个李后主。 李后主? 不是,也不是。 哦,对了。 谁啊? 李逵。 李逵? 李逵? 李逵是武的主张打。 这哪儿呢? 是啊,这都是。 没这么八宗事。 反正你甭管的,谁说的了? 天下无不是的父母。 我不是父母,就让你打孩子啊。 对了,孩子长大了,你打得动吗? 那不像话,你老打也不行。 别说我一人,全院的没有不打孩子的。 那个,大家都得爱批评。 最近还有一些改变。 哦,不打孩子了。 大人倒不怎么打孩子了,孩子打起孩子来了。 孩子打孩子? 啊,你看吧,张家打了李就劝,李就打了王就劝,打打,劝,劝,劝,打,劝,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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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劝。 打,劝,打,劝,打,劝,打,那个劝,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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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劝,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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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太不像话了。 啊,经常打,那天星期一上午,我刚进院,就听着对过老王就劝了,啪啪啪就三声。 大孩子? 紧跟着小小安子他妈,就跟他说。 不叫你跟他玩,你偏跟他玩,知道吗?人家是铁弹,现在变成金弹了,咱们惹得起吗? 哎,打了不是? 得,你们孩子打了人家了。 以后记住,他打你,你也打他。 这也不像话。 我一听这话都是从我说的啊。 当然了。 当时我往往笑着把金弹递了过来。 打呀? 不,该鼓励的地方就得鼓励。 哎。 我说金弹,打得对,打。 再招你还打他,再打,别让他妈瞧你,上街门口打你。 这有点什么行为啊这是? 我嘱咐完了金弹,我到院里道。 哎,我说他大婶,你就别打孩子了,这就是金弹不好。 我爱人这时候也过来了。 是啊,您看金弹刚才爱批评了,不是? 他保证改过。 多的那么说了,这玩意儿口是心非啊。 哎,解决问题了。 怎么了? 小安子他妈开开门一落,嗨,孩子哪又不打架的,这就看大人了。 哎,还事儿了。 正当这会儿工作,金弹过来了。 金弹。 大婶,我不打小安子了。 对。 我爸爸告诉我再打上街门口,省得让你瞧这生气。 哎,得,买改斗扔出来了。 我一听脸都气死了,我得转转面子。 转转面子。 当时我把金弹拽过来,我说金弹了金弹,你铁弹变金弹,整天还下导弹。 哎呀,变了玉弹也得导弹。 不打你是改不了,当时街上都过来了,有的辣有的劝,可结果我把金弹揍了一顿。 还该打了? 打完之后王大妈过来了。 孩子啊,打你不冤呐,大人没有撒谎的,知道不知道? 子不言覆过吗? 别说你爸爸没错,有错也不应该向外人说呀。 这叫什么话呀? 王二嫂更关心了,给金弹掺起来担担身上头。 要,你看看,给孩子个背都打轻了,下回可不能这样子了。 再打打屁股,省得露残疾。 啊,哪儿也不能打? 从那儿以后我们金弹整天是不说不笑,不打不闹,规规矩矩,就跟个小老头似的。 尤其见了我在那儿,浑身战斗,躲躲藏藏,一点毛病都没有了。 全改了,吓傻了,是吓傻了。